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读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伦敦金融时报》最新的一篇《全球社论》 它的标题写得非常直白哦 它说for market 对市场而言 通货膨胀已经慢慢加入了 经济衰退的一些担忧 然后补中标题写的是 从科技股的下沙 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 蔓延到了成长型或者 知名度更高的一些股票 为什么标题这样下哦 其实在金融市场待的够久的人都听过这么一段话 就是5月份卖出股票 然后去度假 主要原因就是说呢 其实在很多的股票市场上有那么一个定律 就是每年的5月到10月通常是股票 比较淡的熊市来临的一个成兆 那在台湾其实也常常 我们常说中秋翻盘 不过在今年5月第三周 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蔓延 其实引起了全世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因为本来前阵子 是对所谓投机性的一些科技增长股 杀的比较凶 可现在慢慢看到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稳健的实体股票 也开始遭到了投资人的抛弃 那其中呢 其实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的在美国很大 就会划两个超市 一个是Walmart 一个是Target 这两家公司呢 最近宣布 它的营收虽然又创了新高 但是因为成本骤增 所以它的毛利是不如预期的 那当很多人去看了之后 发现呢 那是因为库存过高 因为他以为耐用品的这个demand 还是会很高 所以库存太高 不过更多人是说呢 其实现在这新一代的股票投资人 跟以往不一样 因为所谓的金融风暴发生之后 其实银行作为Marketmaker的角色慢慢在褪色 所以当股票市场波动的时候 这种稳定大局的角色就不见了 那慢慢呢 从科技股投机股的泡沫还没挤完 开始往一些所谓相对比较稳健的股市去扩散呢 更凸显出全世界开始对所有的经济 GDP的衰退 开始有点担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进入2022年大家也看到 俄乌战争到现在三个月了 延荡不前 然后中国的封城也两个月了 到现在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那所有这些阴影呢 都造成全世界 所谓的投资人开始担心 在未来 其实经济有可能越来越恶化 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股票市场到现在 其实跌势还是没有止 而随着升息的阴影来到 其实债券市场的抛售也越来越凶 那整个来说呢 其实经济衰退的阴影 确实有可能慢慢注构成 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存在 那我们事实上也看到 美国的财政部长 在德国波网以及公开呼吁 全世界确实有可能面临 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那所以在文章最后 倫敦金融时报特别提醒我们 或许我们会想起另外一个格言 那就是说呢 逢低买进在现阶段应该不work 也就是说呢 跌势可能还没有完全终止 大家还是要风险意识抱在心里面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文章金融时报社论的一篇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